欢迎收看屏东美食APP 您爱吃乳肉饭吗 在传统的乳肉饭里 大多是乳肉搭配肉松或者是笋肝 不过恒春镇有一家餐馆的乳肉饭很不一样 也只是加入了饱满多汁 味道鲜美的鹅啊 不仅让这庶民美食 有了丰富层次的独特美味 也让消费者品尝到不同风味的乳肉饭 我们等到迷人酱油香的肉燥酱汁 淋上白饭 在放上没有经过太多料理程序 饱满大颗的鹅啊 加点口味清爽的小黄瓜酱菜 就是这碗鹅啊卤肉饭 让吃过的顾客对它印象深刻 它的鹅啊很鲜甜 然后加上它的卤肉饭汁是很搭的 它荷包蛋也不错 就是整个口感这样 然后再加上如果有吃酸就是可以再加一点小黄瓜 去做搭配酸酸甜甜的 视觉的话就比较看起来很多层次感 不只在料理视觉具有层次感 叶子希望能用味道鲜美的海鲜 取代传统卤肉饭使用肉松或鱼松当配料 让顾客在这庶民小吃里也能尝尝海鲜组合的新鲜感 一般其实大部分的卤肉饭都是可能会搭肉松 或者是搭笋干 那其实在恒春半岛这边就是也都是靠在靠着海边 然后所以就想说那把过去可能在旅行 或者是工作的过程中的这些食物 就是一一的把它带回来 其实我们的食材的话我们不会做过多的调味 就是像是吃到食物自己本身的原味 就是我们的卤肉是没有放任何的卤包的 就是纯粹就是真的是酱油 冰糖 洋葱 下去炒出来跟熬煮出来的一个香甜味 没有过于复杂的调味 要者希望让顾客吃到食材的原型味道 他把在旅行中吃到的美味 或是参考从事餐饮工作时所学到的料理 还有小时候跟着妈妈学做私房菜的配方 发挥了十足的实验精神 尝试组合各种食材激发新火花 像是推出的梅酒蛤蜊 也相当受顾客的喜爱 我觉得他的蛤蜊还不错吃 也很新鲜 然后他的店内风格跟氛围 我个人都还蛮喜欢的 其实我自己很爱吃蛤蜊 我就想说那当初在想这个菜的时候 想说那除了清酒或啤酒之外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不同的 对那所以就是想说那用美酒试试看 这个味道很新奇 蛤蜊的鲜跟美酒的甜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其实还蛮多人喜欢的 也因为只使用简单的烹煮手法 业者对于食材的新鲜相当讲究 严格把关 期望用自己喜欢的佳肴 分享给涛客 为自己到恒春墾丁旅行 留下难忘的美食记忆 记者诗心挺阳正义采访报答 吃完了恒春餐馆别具风味的 蚵仔卤肉饭之后 继续要带您到恒春镇的菜市场 去吃全城三代的草薄餅 这草薄餅是皮脆肉软 再搭配着独家制作的萝卜丝相当的对味 不仅成为恒春在地居民日常的早餐美食 就连外地来的观光客也念念不忘 从台北南下度假的观光客 认为要认识当地文化 就是从日常的庶民小吃开始 特地上网查询资料 发现了这家藏在菜市场里的臭腐饼 没想到吃过一次后 每回来恒春一定要再度上门光顾 来度假就想要吃这边当地的早餐 就Google来找到这家早餐店 第一个就是它价格很实惠 然后用台北来的 所以价格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很酥脆很好吃 然后搭配这边的南部的腔料 我觉得超棒 还有当地的民宿业者 爱上臭腐饼搭配萝卜丝的美味 也想让住宿的访客也品尝在地美食 因此每天上门购买 我几乎天天来这边买这么的臭腐饼 主要就是它的那个臭腐饼非常好吃以外 里面菜肉都有 然后最主要是它那个提味的那个 萝卜丝酱菜 然后我会推荐我的客人吃 我客人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甚至有时候客人连住了三四天 每天都吃一样 让民众天天吃也不嫌腻的臭腐饼 好吃的原因在于清甜的蔬菜 以及炒过的猪肉馅 带出了迷人的内馅香气 再搭上酥脆的外皮 及家传维辣萝卜丝 口感呈现了层次的变化 而品皮要好吃 面团发酵是关键 从父亲手中接棒 现为第三代的业者 无起风坦言 刚开始接手时 常常抓不到臭腐饼面团的制作诀窍 因为我们面粉的话 一定都是要当天先做 那基本上的话都还是要 前天晚上还要搭配天气 因为它那个发酵的时间 太很多 比如说你夏天发酵前就会比较转 那冬天的话 或者是下雨天 它那个湿度都有差 一开始学的时候 失败率很高 很常被客人念 那自己摸索了那一两年之后 从台中的比较 客人比较能接受回原来的口味 努力反复的练习 让臭腐饼维持 从阿公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味道 对业者来说那不仅是家族 亲情的美味记忆 更是恒春居民早餐必吃美食的时代印记 业者希望这份美食记忆能永续流传 也让臭腐饼成为来恒春时必尝的美味指标 记者施心庭刘建荣采访报道 南州有家知名的香皂工厂 床内不仅是营造亲子油气设施 也有减餐美食 不管是系列的减餐 冰品 咖啡或者是甜点 都让前来的消费者有多元的选择 再搭配上一旁的稻田 营造在乡间小道旁 享受美味料理的氛围 业者希望能够带给大众不同于以往的观光景点用餐感受 各式各样的美味料理呈现眼前 一旁还有绿油油的水稻田 在时需微风吹服下 品尝干沉的咖啡 品味点心冰品及特色餐点 别有一番风味 南州这家乡造观光工厂 近期重整餐饮设施 除将原本的厨房及咖啡馆做串联 也新增许多在地水果制成的料理 我们这边的话 目前跟以前的营运方针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现在会希望搭配旁边的黄金稻田的美景 提供更多样性的餐点 跟饮品的部分有更多的选择 去让大家去做参考 而且甜品的部分 我们现在又搭配 就是原需我们自己手作的甜点 不管是生巧克力 或者是手工的蛋糕 甚至是我们结合在地的小农 他们的南州这边主产的是凤梨 那我们也结合当地的凤梨 去做纯天然不做任何手工添加的果干 强调以独家调制为主 包含特别选用的咖啡豆 手工制作的各式甜点 还有结合在地小农食材所推出的冰品减餐等 都希望到访乡亲能有有别于 一般观光景点及风景区的用餐享受 今天的话我选择是比较符合大众口味的 就是冰拿铁 一般大家能够接受 那豆子的部分我觉得是我们 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豆子的话是由我们在地的小农 自己自烘的 所以它的豆子的特色 跟外面一般喝到的咖啡 带有比较浓厚的烘焙香气 不太一样的是 我们带有的是淡淡的果香 跟入口比较顺口的口感 去让大家做全新的体验 那还有今天提供的蛋糕 也是由我们园区的 格式厨房那边去做提供 是熔岩巧克力蛋糕 我们目前内部的餐点都是互通的 那我们现在还有沙坑区 儿童画板 户外六滑梯以及荡球签 那我们未来还会有 大型泡泡的设施这样 除了餐饮多元 园区也进行了设备升级 包含新增挖土机 儿童邮具等等 外来也将有大型泡泡设施 让到访的游客都可以轻松漫游 开心唱完一整天 记者不停张志豪采访报道 而东港东隆宫旁的东隆街上 有一家重庆川味面馆 是以各式香辣的川味面食为主打 包含了口感层次丰富的 这个碗扎面 还有香辣粉 以及香麻不辣口的川味牛猪肉 肥肠面等等 在满市海鲜的东港镇 开启了涛客味蕾的新风潮 将透支辣油及半料酱汁铺底 放上Q弹的面条 再将美味的豌豆与四川杂酱 香辣肉酱及青菜铺上 美味的重庆湾杂面就完成了 这家位于东隆宫旁的重庆小面馆 业者在中国学做菜待了近十年 疫情过后决意返乡 因为有感于东港 虽是海鲜重镇 但外配相当多 却鲜少有川味面馆设置 因此依然决然开业 希望带给乡亲不同的刺激 因为在内地本来就学这些东西的 对 因为川味在东港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很特殊的 没有太多人在这里 所以想说在这里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村式面馆 重庆小面馆这里 东港没有这种口味的 口味很特殊 你都点什么 大部分来很多烫的 大部分都是 什么都有点 最重点就是辣 香辣 大概不会很辣 味道还好 味道 那个馋头也是很好吃 陶客大赞只有这里 才有东港没有的特殊风味 店家除了招牌弯杂面 酸辣粉也是店家的特色招牌 另外还有川味牛肉猪肉 及肥肠面 以香麻口感为主 汤头相当美味却不辣口 都是人气 必点料理 比较特殊的就 可能就是弯杂面 这弯杂面 它是四川的杂酱 跟黄豌豆酱 才是做的 因为台湾人 习惯吃麻将面 但是弯杂面 它就等于是弯杂 它就有点是取代麻将的意思 对 它也是拌干面 拌的吃 另外就是酸辣粉 酸辣粉应该大家 很多人都知道 酸辣粉的话 因为台湾中部以北 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南部这边 基层上酸辣粉比较少 对 所以酸辣粉跟弯杂面 是我们店里的一个特色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做的这个 葱慧红烧牛肉面 因为台湾的牛肉面 大部分很多都是比较清淡的 但是我这个是比较 口味比较重 对 但是我们的辣是走香麻路线的 然后店家也有各式的香麻卤柜 无论内用还是外带下酒都是不错的选择 业者期盼开设这样一家道地的川味小店 可以带给东港不一样的饮食思维与刺激 让游客的选择更多人 这就不听杨正义采访报道 离港湘有一家庭园餐厅 业者有着丰富的餐饮经验 对于食材的挑选也很用心 更有所坚持 推出了后宫酥鸭 麻辣鸭血 以及家传特制秘方的鲁味拼盘 让品尝过的韬客是大赞美味 因此每到用餐时间 餐厅内作物续席 看似一盘普通的鲁味拼盘 却藏有业者家传的鲁包秘方 以及超过30年的鲁煮功夫 非常入味 让到这用餐的顾客 非点上一盘来品尝不可 我觉得它的鲁汁很香 然后也不会太咸 它有像猪大肠也不会有那种异味 对 然后有些外面那种肉啊 卤的比较干 它的也不会 然后如果你喜欢吃比较辣的话 也可以沾它们的辣椰 它的卤味卤得很入味 非常的入味 然后咬下去还有汤汁 特别是要沾它的这个特制辣酱 就是会整个香喷喷爆棚的感觉 卤味 麻辣鸭血等店内其他的佳肴 能征服了韬客的味蕾 来自于业者对于食材的坚持及严格把关 业者不怕累 每天在台南 高雄及屏东等三地 分拨再获 就只为了替店内每道料理挑选适合食材 就像店内人气料理之一的后宫酥鸭 制作过程相当费时费工 主要从台南 早上就六点多去台南载 然后载回来慢慢的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烫一烫 那些油啦毛全部都用干净 然后再下去用我们的卤汁下去熬 熬一熬出来再下去炸 炸一炸 这样子才上桌 它里面的肉很嫩 那外面的皮有点就是酥酥 很好吃的那个口感带出来 然后再加上它的蘸酱 那我就是刚刚搭去的吃很好吃 所以我才又点了第二份 它炸的还蛮酥的 所以配饭来吃的话是蛮对味的 对 然后口感都不错 它的东西都很好吃 尤其这个是炸的 它咬下去还有那个什么很多汁 对 我觉得很会煮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饮食需求 业者也将店内的量力制成冷冻包 退冰后再加热风味不减 也让消费者有了更多更方便的消费选择 像我是家庭主婦也是职业妇女 那我不方便的时候就忙的时候 就把它退冰料理 而且那个微泡之后它的原味 最主要它不吃现场吃的那个料理 真的很棒 不止料理让消费者醒爱 餐馆周围还有造景设施相当悠闲 适合吃饱后散步休憩 业者希望让美味来品尝料理的顾客 能够放松地享受美味佳肴 记者施心亭赵志豪采访报导 您吃过鸭蛋刺吗 这是一道早期在高雄骑山很流行的料理 黄田菜米诺可能很难想象这是什么料理 但这其实是在制作蛋酥的时候 用它的形状来命名的蛋酥羹汤 因为老师傅逐渐地凋零 已经少有餐馆卖这道料理 不过在屏东县离港乡的一家小吃馆 居然吃得到鸭蛋吃 原来老板在多年前在骑山开店 传承的厨师阿公的七五楼菜 后来牵纸到离港的玉田村 在菜单里还是保留了这道菜 吸引了涛客来品尝古早味 将蛋液滴进油锅炸至金黄色就能捞起 接着将蔬菜炒香加入羹汤肉块 煮滚后倒进碗里再放上香菜的蛋酥 屏东离港相遇田村这家小吃馆的招牌 出楼菜鸭蛋刺吸引不少消费者闻香而来 我们从屏东市区过来的 对啊因为就是网路上就是刚好有看到 人家推荐这家古早味的店 刚好在那个FV里面看到说有那个 从很远的地方要想要来为了吃这一个 找到这边来吃这一碗这样子啊 所以说我们也说看到刚好看到 隔天就今天就来吃这一碗 有奇怪菜名的鸭蛋刺 以蛋液滴到油锅的形状来命名 其实就是蛋酥根 六七十年前是高雄骑山茶市的热门菜色 老板说他的厨师阿公常煮这道菜 与朋友一起为菜命名 后来他和妈妈传承手机 让古早味继续飘翔 我们阿公年轻人的就是 本身他就是一个厨师阿 他下轮的时候就是 因为拌桌也好 拌桌也好 拌桌也好 那那个 总继续飘翔 总继续飘翔就是 地点 以前的地点很风鲜 四五十年的时候 很风鲜的时候 因为我还在做这个工作 在当厨师阿英的拌桌 其中选人菜 他能选人 因为我会去煮 鸭蛋刺 对啦 这种东西过去有风中一斤 对啦 就是过完阿公没做之后 他就 现在我们阿公有吃起来的 因为老师傅逐渐凋零 以少有餐馆卖鸭蛋刺这道料理 蛋酥除了可以直接吃 有香脆的口感 也能浸泡在肉羹里 多了羹汤的酸甜 变得Q软 让口感层次更丰富 它吃起来就是鸭蛋嘛 因为混到羹里面 就整个它汤汁就是吸到 那个鸭蛋的那个炸料里 就还蛮有味道的 对而且吃起来就是 还蛮有口感的 是厚实那种感觉 对很香很好吃 老板说鸭蛋刺也能配饭或拌面 吃得更饱足 而除了这道古早味料理 这家店还有传统的炸饼柜 也是人气餐店 最馋不用等到过年才能吃到 在离港乡这家小吃店 或许就能找到怀念的味道 记者张如荫刘建荣采访报道 云农农业生物科技园区 有一间隐身在生计公司内的餐厅 这家餐厅专营农产品 以及水产品的外销 并且开发了水产以及农业用的益生菌 以自家的产品 还有这个农场生产的蔬果 为主要的食材 推出了各式的套餐 吸引了不少追求健康饮食的民众来消费 屏农农业生物科技园区之间生计公司 厂房外对益盎然 除了花草树木 还种了蔬果供应给自家餐厅 宽敞的空间让顾客用餐时更舒适 餐厅供应的餐点 多以公司贩售的食材 及自家农场生产的蔬果来料理 例如以出口欧盟的鲁鱼片 或是农场种植的木鳖果 土鸡等食材所推出的套餐 严选优质食材即使隐身在农科厂房内 任性不少消费者来品尝 还蛮特别的 因为车子开进来挺喝长 没有想到里面有一个 就是装潢还不错 然后气氛很好的一个餐厅 就比有动天的感觉吧 那本身我们有有机的农场 里面有养鸡 土鸡 乌骨鸡 红龙果 还有我们的土鸡蛋都有 那所以说那边的食材 就拿到我们餐厅来用 不需要再经过其他的管道 养生系列木鳖果鸡汤 以土鸡肉及富含花 青素的木鳖果熬住 加入食酥 汤头清甜 鸡肉紧实有弹性的口感 成为招牌汤 另外这碗人生物果鸡汤 除了中药还加入巴西蘑菇 提升汤头香气 喜欢药膳的民众可以试试 而爱美人士绝不能错过的 就是这碗胶原蛋白海鲜汤 除了鲜甜的鱼汤 还附一杯小分子 胶原蛋白液 直接喝或加入汤里饮用 都能补充满满胶原蛋白 那销售博外的因为它销欧盟的 所以我们的鱼它的门槛很高 它的要求细菌 整个制作过程都要很严谨 那所以我们把鲁鱼 还有我们的台湾雕 我超市有卖 那这个像这个胶原蛋白海鲜 它就是使用我们的鲁鱼 那胶原蛋白也是我们自己提炼的 因为我有很多鲁鱼的鱼林 跟那个台湾雕的鱼林 我们自己提炼的 另外还有加入香菇 及巴西蘑菇的黑蒜头土鸡汤 以及盐菊五花肉套餐 都是人气必点 套餐组合有饭 甜点 沙拉 小菜 还有饮品提振顾客食欲 业者以健康饮食观念经营餐厅 吸引顾客一再来光顾 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是 从网路 网路走进来的 然后很讶异 一进来说 怎么没有看到里面的那个房子 然后我们就慢慢走进来 哇 里面的东西相当丰富 也蛮好吃的 很清淡 他们的汤都很清淡 很清甜 没有吃下去没有感觉 有那个油的压力感 很好吃 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们台湾隔个没几年 就会爆发一些 所以我是觉得要吃健康的食品 健康食品 那既然我有这个食材 那等于说服务大众 让大家都可以吃到健康的 身体没负担的东西 餐厅与自家的农产品 及时产品推出多样料理 还设有小超市推广好食材 包括餐厅人气炸物 黄金鱼块和虾卷 再小超市都能买得到 除了食品这里还设有 小朋友的游戏区和阅读空间 用餐汁语言的欣赏户外的庭院造景 让大人小孩都能好好享受 美好时光 记者张如意 刘建荣采访报道 除了吃这个健康的养生饮食之外 也越来越多人喜爱吃蔬食了 知名的餐饮旗下蔬食品牌 也在这一个屏东市的重庆路上 筑点抢供消费市场 这家蔬食馆减少了使用加工豆类的制品 坚持使用天然健康的食材 来作为料理的基地 不管是煎饺 馄饨 麻酱面 或者是酸辣汤 以及这个智慧高等人气的佳肴 都让上门的顾客赞不绝口 香气十足的麻酱面送上桌 顾客忍不住食之大洞细细品尝 蔬食餐馆的美味料理 竟让他这个非素食者念念不忘 经常从潮州特地到市区 就是为了吃上餐馆的美味佳肴 我第一次来 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一个素食店 所以我都特地从潮州跑步来这里 来吃的 他们的脚趾也蛮好吃的 就是那纯粹是 我们素食店的是真的很不一样 就是因为它的麻酱面 真的很不一样 跟一般的麻酱面 有的是传统的肉松的 但是它素食的还特地做 做那么好吃 所以来到屏东 就会特地想要跑来这里吃一碗 因为我有在吃素 所以就特别的那个 想要过了就 我们一起来吃吃看 打着知名餐饮集团的蔬食品牌 吸引许多顾客上门尝鲜 没想到一尝就爱上 一再光顾 就连业者本身也是被料理吸引 决定将美味带回屏东 让乡亲有更不一样的美味享受 当初我们会开也是因为觉得 这它的特色就跟八方年纪原来的 炸白煎饺 锅贴水饺一样 它让人感觉它好像不是吃素 但是它确实又是素食的东西 口感多样化 那我们觉得说想尝试一下 做做看 然后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有去高雄吃饮店吃 也觉得蛮好吃 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特色 带到屏东来 业者希望借由蔬食品牌的人气料理 让素食者能有更多样化的饮食选择 尤其喜欢锅贴 混沌等面食类的套客们 不妨可以裁点品尝 享受天然健康的蔬食体验 记者施心亭张志豪采访报道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屏东美食APP 欢迎观众朋友上到YouTube 来搜寻屏东美食APP节目 订阅按赞分享 也可以掌握店家的资讯 祝您一切顺心健康平安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震预警系统能为靠近镇样的使用者与民众提供更快的强震警报 当地震规模5.0以上 预估阵度达4级以上 政府会利用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 发布手机预警讯息 关于土壤液化 常有民众会以为是造成地震的原因 但其实两者并不等同 而土壤液化潜事区 则是指哪边较有可能发生液化 不代表未来地震发生后真实灾情的丰富 地震发生时 请警记抗震保命三步骤 趴下 掩护 稳住 过程中需一手护住头颈部 另一手紧握住桌角 以稳住身体和桌子 除了这项通则外 在不同空间地点 也有相对应的避难方式 如果地震发生时在房间 可用棉被或枕头 保护头部及身体 如果在客厅 饭厅 则远离玻璃橱柜 避开电视 灯具 躲在兼顾桌下 或物品较少处 如果在浴室厕所 需注意身旁是否有掉落物 不用慌忙离开 但可打开门 确保出入动线 如果是在厨房 请顺手关好炉火 以免发生火灾 并避开冰箱 橱柜及易碎物品 如果在电梯里 则赶紧按下各楼层按钮 和紧急开关 当电梯停止时 立刻离开电梯 万一刚好在车上 请开启警示灯 提醒后方车辆 减缓车速 并靠右侧路旁停车 收听广播确认 前方道路能否通行 如果地震发生时 刚好在卖场 商店中 则应远离货架 躲在墙边或柱子旁 窃户慌张逃离 而造成推挤伤害 待地震停止后 听从卖场人员指示移动 当地震剧烈摇晃时 家中的家具 电器用品等 如意因此掉落或倒塌 可利用各种固定和辅助器具 防止家具翻倒或位移 在平时也要被托紧急避难包 准备三十日份的食物饮水 并放在家门口 或随时可以拿到的地方 也可运用消防防灾 一点通APP 只要先下载避难地图 即使地震后没有网路 也可以使用 防震减灾无配包 正确避难保安全